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聪 这个公正党的大会呢 刚刚落幕了哈 OK 大家都知道呢 这个是公正党啊 他执政以来的第一次的代表大会啊 是非常有意义的 虽然在2018年的时候 西蒙曾经有上台做过政府 不过那时候首相是马帝 马帝是土团的 所以呢 那个第一代表政党呢 那时候呢 可能相对的是土团 而不是公正党 而这一次公正党可以说是第一次代表这个政府最大党的这个党代表大会 所以是非常有意义的 也就是说呢 这个公正党代表大会呢 他上面有讲很多东西呢 都是可以成为国家的未来的方向了 哈 OK 说在这个公正党的代表大会了哈 我看了很多领袖啊 陆续的上台啊 哈的演讲了 呃 我是觉得有一点无畏了啊 怎样说呢 就是大多数都是老生产 他没有什么 呃 新鲜玩意了啊 OK 啊 说在这里呢 哈 我就想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了哈 如果啊 是给我来点新鲜玩意的话 来给我来点创意的话呢 我觉得公正党代表大会呢 他的台上的演讲应该是如此的 就是的 OK 呃 各位党呃 还有全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人 尤其是 呃 马来友族同胞啊 OK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证实一个问题就是呢 今天是公正党的代表大会嘛 然后现在公正党所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 公正党 虽然可以得到绝大多数的华人的支持 但是得不到马来人的支持啊 在119打选的时候啊 马来人对这个公正党的支持呢 其实只是10%了啊 而且决决绝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城市选区 乡村选区是完全没有支持公正党的 所以啊 三岁小孩子都知道的事情 马来人不支持公正党 这是一个铁板的事实啊 OK 说这是公正党最应该要面对的问题啊 然后我们现在要面对这个问题 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啊 OK 然后呢 与此同时呢 我也要说 马来人不支持公正党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但是马来人自己本身又有什么问题 马来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呢 啊 这个 巫统啊 国阵啊 以前长期执政的时候啊 啊 就啊 每天呢 灌输呢 这个啊 马来社会啊 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 你们马来人很差啊 你们很弱啊 你们需要我们武统作为你们的民族保护神 不然的话你们会被华人欺负啊 就这一套说法 根深蒂固的啊 灌输进入马来社群的脑子里面啊 OK 所以呢 马来社群呢 时至今日已经独立了60年了啊 还是啊 抛不开这种忽有的思维 还是一直都以为啊 他们自己很差很弱啊 随时会被华人欺负啊 啊 这种错误的观念啊 所以呢 之后才会搞出这样多什么马来人尊严大会啊 到今天还是每天在那里讲尊严 尊严 尊严啊 但是呢 啊 要怎样去营造真正属于自己的尊严啊 这一块从来没有人提到的啊 OK 啊 所以就算啊 今天巫统啊 啊 已经啊 不再是过去的巫统啊 因为现在巫统呢 已经变到很小了 不是以前一党独大的巫统啊 现在巫统是很小很小的啊 是寄人篱下于喜盟啊 所以呢 今天 以前巫统的这个角色呢 已经被这个回教党取代了啊 现在轮到回教党每天跟马来人说你们很差 你们很弱啊 你们不支持我的话 你们会被华人欺负啊 轮到回教党讲这个论述啊 所以呢啊 就是啊 同一套洗脑的模式会继续下去 从来没有间断过啊 OK 然后 为什么我会花了这么长的蝙蝠来讲这个洗脑模式呢 就是因为这样的洗脑模式啊 所以才导致了马来人不愿意支持这个公正党啊 就是马来人呢啊 非常深切的相信公正党呢 是一个多元民族政党 然后呢 公正党呢 有行动党这个啊 非常标榜这个华人色彩的政党啊 所以呢 这个公正党呢 是不可能可以照顾好马来人 啊 OK 啊 甚至呢 会帮助华人来压迫马来人的啊 OK 所以呢 你叫马来人怎样去支持这个公正党呢 啊 所以呢 追根究底我们终于知道了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啊 公正党的失败在于马来人不支持公正党 然后马来人不支持公正党 这个原因在于马来人的民族自信心还不足够 啊 马来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啊 跟华人站在同一个平台平起平坐公平竞争啊 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问题啊 所以我讲了五分钟 我终于带出了这一个问题啊 我们现在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公正党代表大会上那些领袖的老生常谈啊 而是我们今天讲一些比较有创意的东西就是要解决公正党的问题必须要让公正党得到马来人的支持 要得到马来人的支持 首先要先恢复马来人的民族自信心 这份马来人民族自信心就是让马来人深切的相信自己可以跟华人站在同一个平台上跟华人平起平坐公平竞争啊 so 我讲到够清楚了吧 这一句 ok 要怎样做啊 很简单的 反洗脑啊 以前巫统 现在的回教党啊 同一套洗脑模式用了六十多年啊 你们很差 你们很弱 你们需要我们作为民族保护神来保护你们 不然你们会被华人欺负 ok 这一套论述 我们怎样反洗脑 ok 首先我们要 要丢出很多数据来 要让所有的马来人相信 你们就算没有民族保护神 你们也是可以过得好好的啊 也是可以跟华人公平竞争的啊 我告诉你啊 马来人里面其实超多成功例子的啊 ok 我举我的例子就好了啊 ok 我是2004年进马达亚科 然后2009年毕业 然后你知道我那一届毕业生里面啊 当然现在成功的人是有一些啦 我不算成功啦 我在亚科界是蛮失败一下的 ok 其实有更加成功啊 有很多那种连锁店的大老板的 ok 然后我现在我重点要讲 我有其中两个马来同学 然后这两个马来同学呢 他可以说是比我那个华人的成功同学更加成功啊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政府的帮助 但是呢 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ok 我记得我这两个马来同学呢 一个是来自马波的 一个是来自沙拉瓦的啊 他们都是准时毕业的放心啊 绝对跟我差不了几年罢了啊 都是准时毕业的啊 都是2004年进来2009年毕业啊 然后呢 我那位马波的同学呢 就比较特别一点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 可能他是取了一个沙巴妹什么之类的啦 然后他就去沙巴发展啊 然后呢 我还有一个同学更加厉害 他是沙拉瓦土生土长的马来人 但是他真的是马来人啊 ok 啊 他们两个的发展规模呢 都很大一下啊 我刚才说去了沙巴那个呢 他已经在沙巴开了很多间连锁 他现在是一个超级大老板的啊 ok 然后呢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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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巴马的那个同学更加发展啊 他不止开连锁 他现在还做买马来西亚呢啊 很多间那个啊 supplier那牙科器材跟材料的 共进商其中之一 啊 我们现在去牙科展啊 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公司有员工在那边卖东西的啊 供应去全国 他已经从一个牙医变成连锁电脑板 然后变成一个大供应商了 那个是最想象 我觉得他甚至比我 那个华人的连锁电脑板的更加成功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是非常成功的 他们有没有得到马来人政府的资助 我是不清楚的 但是他们的成功肯定大于我 也大于我绝大多数的华人同学 而我跟他们相处五年 他们也是很厉害的人 尤其是我那时候的话同学 我跟他同族了 同一张座植了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生活中 其实有很多种这种 马来人的成功例子 然后这种成功例子 我们就应该要放大来 给我们的马来社会看 看你们也是可以很成功的 你们之前是被巫统跟回家党骗 骗到你们完全没有自信 骗到你们完全不敢跟华人竞争 但是实际上 其实你们真的是赶赶出来跟华人竞争过后 你们会发现到华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 你们甚至可以跑赢华人的 这是事实来的 我刚才讲的历史就是两个了 我同年的同学 如果这一份民族自信心可以建立起来的话 这样之后如果是巫统还是回家党 再来跟他们说你们差你们很弱 你们需要名副保护身的时候 你说这时候马来社会应该要怎样去理睬它呢 所以你们可想而知 我的中心概念就是如此 武统跟回家党用这一套来洗脑 我们来反洗脑 我们用马来人的成功例子 来营造马来民族的自信心 所以从此之后呢 你有了这个自信过后呢 就不需要再什么尊严不尊严的了 你的尊严需要人家来告诉你吗 你的尊严需要自己提醒自己吗 你自己有实力就是你的信心 就是你的尊严 你明白吗 以前巫统跟现在的回家党 他们当然不希望马来人恢复这一份自信心 但是公正党有这个必要 为了公正党的生死存亡 公正党有必要恢复马来民族的这一份自信心 因为唯有马来人恢复了这一份自信心 他们才不怕跟华人进展 然后呢 他们才敢支持公正党 才敢接受新党 然后最后才敢唾弃掉 巫统跟回家党 整条思路我已经很清楚的勾画出来了 所以其实我本来期待的是在公正党 代表大会上应该讲一些这样的东西 但是我没有机会听到 所以我现在想公正党还等什么 是时候恢复马来人的民族自信心了 解决了这一个你解决了一切的问题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所以 deploy 回来 快 我们回来 李小冬 小冬 是 이 李小冬 组